大家好 本期节目给大家介绍一碗 让人直流口水的好滋味 紫菜蛋花汤 看似简单一道汤 厨师长教你如何制作鲜 甜的美味 准备适量的紫菜 紫菜是一种营养丰富的海藻 具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成分 放一碗水上来 把干紫菜泡下水 水不用太多,没过紫菜就可以了 干紫菜太轻,浮在水上面 用手将紫菜按入水中 泡过两分钟就可以了 紫菜一下是因为紫菜是用盐腌制 泡一下可以去除紫菜中多余的盐分 泡紫菜的时间嘛 就看紫菜的大小和厚度啦 一般来说,都泡个几分钟到十几分钟 具体看你用的是哪一款厚薄程度 然后捞出备用 准备三个鸡蛋 一次打入碗中 加入一勺盐 再加入一勺鸡精 用筷子搅拌均匀 取几颗青葱 切断然后再切成葱花 锅中倒入热水 记得煮紫菜淡花汤一定要热水 热水能够迅速激发出紫菜的香气 锅中倒入两勺鸡精 一勺味精 适量盐巴 少许的胡椒粉 用筷子搅拌均匀 关键的操作来了 烫开后,立刻关火 迅速倒入鸡蛋液 这个时候不能马上搅动 静止十秒钟 接下来用筷子轻轻搅动 待鸡蛋液煮开后 关小火 把紫菜全部倒入锅中 开大火 用筷子把紫菜和鸡蛋搅拌均匀 煮开后就可以出锅了 上桌前淋入点芝麻香油 和打入葱花点坠即可 一道好喝紫菜蛋花汤就做好了 紫菜的海味 鸡蛋的绵绵口感 再加上那一口鲜美的高汤 来一口,你的味蕾简直要嗨翻天 好了,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我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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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